可以 那在国中小呢 在我86年进教育界的时候 会观察到很多奇特的现象 在教育单位 各式各样的工作 不管你是文书 还是教务 还是人事 还是熏育 所有的老师 甚至即使是班导师 他都需要科技的能力 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慢慢在资讯化 那所以 业界也是一样 你不管到哪一个工作场所 资讯的能力通常都是很重要 很重要的能力 可是在真实的一个教学的情况 在国中小 资讯课却是一个最不被重视的课程 常常我们去 我当主任的时候去寻堂 你会看到有各式各样的老师 在上科技课的时候 甚至是放生 或者是一个商用软体 教了整年 都还没教完 这样的一个很离奇 很奇怪的部分 那你说没人管吗 真的还真的是没人管 教育处也不会去管你 这个老师怎么教 校长也不懂 也不太管 大部分 我想大部分应该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但是对于一个真正努力的老师 真正认真的老师 尤其像我们这种 专业领域进来的老师 我们对科技教育的要求 一定是有我们的要求 那所以像这样精进的老师呢 他是在自己的资讯课程里面是很努力的 那从早期呢 我们刚进教育界的时候 那时候大家都在教商用软体 简单的说就是 例如像 Office啊 非常好设这一类的外面的商用软体 后来呢 经过一些慢慢的检讨之后 我们会发现学生的能力才是比较重要的 所以我们开始把它做一些整合 变成了主题式的教学 举例来讲 比如说 我们希望这个学生能够做一点研究报告的话 那我们就会把这个研究报告的能力把它拆出来 可能前面电访的阶段 我需要先用录音笔 然后录音笔呢 要需要用音效处理的软体 去把这些音讯跟文字给截取出来 然后要之后要做成PPT 或者要剪辑成影片 然后再去做一些沟通报告 那甚至呢 你在规划的阶段 要使用一些新制图 去规划你的整个专案的内容 那所以我们会从一个主题去下手 也就是所谓的PBL的教学 这样一个主题性的方式去做下手 所以这时候就稍微比较跳脱 以前软体式的技术性的教学 变成一个比较稍微整合能力的教学 但是呢到这个阶段为止 都还是属于使用商业软体的一个部分 那这个观念呢 一直到在国小曾经有一个阶段 在推自由软体 好像是80多年 80几年的时候 那时候我第一次听到这个Eric的演讲 我觉得非常的震撼 原来在商用软体的世界之外 还有一个这么自由的世界 这么多元的世界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 我们开始有了一些新的想法 尤其这个教育 国家说穷不能穷教育 但是往往都是穷 就先穷教育 所以在教育上面的经费 往往是不足的 尤其在科技领域 这经费都是拿来买硬体 没有人在买软体的 所以那时候在这个之前 几乎大部分的老师呢 他其实是不太管 这个著作权这个问题 所以教室里面有的软体 如果教育处没有买的 那通常就是老师自己处理的 那至于怎么处理的 那时候完全没有这个 所谓的合法性的概念 那学生呢 我们也都不会跟他聊这件事情 所以就是用这种方式去上课 上了有时候我们自己都很心虚 自从有了这个自由软体 这个概念之后 我们知道说原来很多的软体 都有这个自由软体 有其他的选择 那甚至有的自由软体 它是功能更为强大 或者是一般商业软体 是根本没有这样功能的 一个部分 那所以我们从那个时代 拓展了我们的视野 所以我其实个人非常崇拜 Eric 包括Franklin王 那这些 经过这个自由软体的洗礼之后 我们开始意识到 原来世界真的很大 那所以我们开始会把我们的一些 以前不合法的方式 全部把它转成合法的方式 那再更进阶的 我们就会让学生知道说 当我叫比如说我要使用到文书软体的时候 那我会有很多很多的选择 比如说如果你有钱 你要买office 那或者是说你 觉得这个liber office 可以满足你的使用 基础的使用 然后你 也没有 多余的这个经费去购买的话 或者是说 我们有一些绘图的功能 那其实 像 自由软体很好用 inscap之类的 那我们就会希望把学校的这些教学的内容软体 就做一个改变 直接跳转到自由软体的身上 那一方面是 我们不用再负担那个费用 二方面这是完全的合法 好 完全的合法 然后学生也不用担心说自己回家 没有软体可以使用 那当然第三方面最重要最重要的 其实是一个选择的概念 这让学生让老师知道说 我还有其他的选择 好 所以在那个时代之后 我们就把自由软体给纳入了学校的教学 那一直到 最近 最近新课纲 这一两年新课纲的提出 那我们可以从新课纲里面的精神核心 去看到 学生的教学 他需要学到的其实是能力 跟他用的工具 选择的工具 其实不是那么的相关 不是那么的相关 所以换句话说 你可以用任何可以用的工具来达到你所需要的功能 所以于是我们的教学呢 又转成了这个以能力为主 以素养化 学到生活的能力为主 那这里面会带到两个很核心的观念 我们之后会讲 所以在这个整个变化 国小科技教育变化的过程中 从商业软体到主题性的教学 这个我们把它叫做是传统 传统的概念 然后自从自由软体这观念进来之后 我们就是有了自由的选择 除了软体的选择 软体的这个选择变多了 我们自己的选择也变自由了 然后一直到我们新课纲的能力的教学 这后半段才是真正的教育 才是真正我们所谓的真正的教育 那这个中间的转变 其实就是在自由软体 就是在自由这一件事 跟开源的一个概念 所以我想自由软体这个概念呢 进到教育界之后 是让我们教育界引起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那这中间很关键的三件事情 刚刚有讲自由软体的观念 进入教育界 这是第一个改变科技教育的部分 那第二个呢 在科技教育比较实质的内容的部分 那在88年呢 Squatch开始在国小国中推广之后 Squatch我想各位都知道 是MIT的都媒体 国小都媒体的这个去发展的 这个Squatch图形化的 然后有多国语言的一个程式积木 那本来它是用来教这个艺术 音乐 可是后来发现它用来教写程式的逻辑 非常的好用 那所以它就进一步的发展的越来越强大 甚至到后来呢 连开放硬体都可以控制 各位想象一件事 以前我们要做 要发明一个真实的世界中的一个装置 你可能需要到专科以后 要学过电子电路 甚至学过这个机电的概念 机构的概念 然后还要会写程式 写西语言 写组合语言 你才有办法真正去发明一个实体的 在生活上面可以用的一个东西 可以创造出一个东西 可是自从这个Squatch 自由软体加开放硬体 Arduino进来教育界之后 它是完全不需要任何基础 就可以学习 可以使用的一个很关键的东西 那这个东西进来之后 你会发现 我们开个课 上个三小时的课 学生就可以去发明一个 很具体的一个物件 放在生活里面使用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 科技教育这件事情 就发生了这个很质量上的改变 那所以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变期 那一直到最近新课纲的核心 在科技教育的核心里面 它有两个很重要的名词 一个叫运算思维 一个叫设计思考 那这两个都是属于 小朋友学到之后 能够素养化 变成生活里面技能的 一个很重要 很重要的一个方法 那其实这两个方法 都是不限科技领域可以学的 可以用的 所以这三件很关键的事情 现在正在改变我们的科技教育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有点我不ех 我们下期再见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